原来不是所有的真诚付出 就能换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某练组节目上 陈月一开始就是为了菜菜而来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我只写了一句话 爱笑的女生 一开始我也是就想很多嘛 直到我知道有谁参加的时候 必须上 对 在提前了解到了 蔡菜对香菜的喜爱后 陈月还专门为她打造了一份专属菜单 满足她的心愿 看的话你很喜欢吃香菜 那我可以把香菜夹到菜单里面去 可以在里面吃到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这个贿赂可以啊 为你专门制作的泰单 这也太有心了吧 不过就在约会结束以后 陈月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紧急通知 要她立即前往日本 而面对这样的两难抉择 陈月最终还是选择为蔡菜留了下来 我想在国内再待个十八天 我一直在约结 就在前几天然后就跟你 然后面对面聊天嘛 然后游玩嘛 然后回什么不回了 毕竟对她来说 蔡菜要比自己工作重要得多 她并不想错过这么一段姻缘 看着她的笑 你根本跟她讲不出来这种事 你现在跟我在那好好的玩 然后立马跟我说我要走了 不是在那种欺骗的感觉 你工作可以工作一辈子 真正合适你的人 可能这个世界就这一个 一个人一旦错过了 就不可能再不来了 她真的我哭死 这也太知情了点吧 吃完饭以后 陈月佑因为蔡菜喜欢刺激性的运动 也是专门带她运玩的高空项目 比起可爱的 她更喜欢那种 有挑战性的比较酷酷的东西 而且那个取证的话 她是可以看到整个上海的夜景的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 选择 即使自己本身有些恐高 面对这样的项目可是害怕 但她也还是为了蔡菜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我第一次玩高空项目 我也有一点怕高 来了兄弟 我会加油的 当时已经完全蒙掉了 我人在哪我在干什么 我的双手我双手都没有地方去放 这个真的好难这个 不过没想到 这一变身情并没有打动对方的心 随后趁越来到小屋拜访的这天 蔡菜发现她有些拘谨 便带着她前去小院逛逛 蔡菜人真好 就是她一开始发现我在他们家里面 比较紧张比较尴尬嘛 她又带我出去了 就是很为我去考虑一些问题的事情 但感动还是来得太早 蔡菜的重点似乎并不在她的身上 就连晚饭前备菜的时候 王大陆和蔡菜两人之间的互动 也很是开心 甚至饭局开始后 王大陆还要专门cue一下陈玉 救命呢 这场景点的越看越像是在阴阳怪气呢 晚饭结束后 大家决定一起唱歌放松 没想到蔡菜居然主动提起 要演唱完大陆成名座的主题曲 哥我看到你我突然想唱一首歌 我看看 冬天一把火 你猜你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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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这首 小幸运 哈哈哈哈哈哈 歌唱了还不算完 之后玩游戏的时候 陈玉抽中了真心话要回答问题 他在提的问题也与王大陆有关 啊 他问一个真心话 呃 三二一 你觉得王大陆帅吗 哈哈哈哈 帅 真帅 真帅 那也真的是路过的蚂蚁都要说 这陈玉好惨的程度呢 虽然他们陈玉的火花已经如此明显 但陈玉还是对这段感情抱有希望 决定在最后放手一搏 我又不太无讲话 但此时此刻就不想说没有后悔 就我真的很喜欢你 今天这一个 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 虽然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但这乐队的胎蚁也还是非常不爽 我看你走 我看你走 让我在最后看你 很难受 然后舍不得 就很多问题根本要去现实地面对 可能他没有想好怎么去面对 有问题 最后再多看看他怎样 哪怕是个背影 因为 下一次看到真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付出一片真心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任谁看了不说一句 陈玉打圆重呢